我活一天我就会把教育继续振兴 让教育真正的让孩子们山里的孩子 飞得更高 飞得更远 有着燃灯校长之称的中共党代表张桂梅 近日接受中金社记者采访 距离她第一次当选已经过去了15年 她表示如今的心情与15年前已经截然不同 完全是两种感觉了 那时候是心情非常沉重的 这回来呢 心情是非常激动的 原来的家访 家长穿的是冬天啊 踩着雪地 是塑料料鞋 现在我去家访 后来他们告诉我 我们穿的是雪地学 从穿着和她的精神面貌 她是富有的 她是幸福的 原来我去家访 老百姓躲着我 说把孩子给你扶删了 现在是她主动找你让孩子读书 原来是躲着你不让孩子读书 现在通过这个读书 她确实知道了知识能改变命运 所以她的意识各方面她都改变了 作为党代表 张桂梅最关注的是教育问题 她认为没有教育的振兴 就没有乡村的振兴 现在我们虽然已斩断贫困 但还需继续奋斗 用教育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我们现在虽然我们斩断了贫困 我们不能让弱势再回来 我们还需要继续奋斗 我们想让三里的孩子一个都不掉队 我现在是因为条件有限嘛 现在要到我们学校读书的也有也多 我们也满足不了 我想以后有机会有条件就扩招了嘛 一个是扩招 一个也是也希望我们的教育 能够把三里的孩子 一个不少的想读什么学 就让她读的 我想通过二十大应该能够完成的 三里孩子们往外走的路应该是亮的 这一点我不担心 但是我们要奋斗 我们要努力才行 从2008年建成到现在 已有两千多名女孩 从华平女高走向大学殿堂 提起这些女孩 张桂梅深感欣慰 她们不负期望 已经成为各行各业中的优秀力量 现在毕业了好几届了 走上了社会了 有的是军力 在部队里 有的是警察 有的是医生 有的是教师 有的是村官 各行各业 都有这帮姑娘的身影 这帮姑娘确实也 按照我们学校的要求来做了 确实有一部分孩子非常非常优秀 这是我没有想到 我不知道我能活多长时间 我活一天 我就会把教育继续振兴 这个燃灯校长继续再继续 一直到我没有这口气为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